国王发誓 直取比王妻更美丽的女人 没想到挑来挑去 竟然选中了亲生女儿 更没想到的是 女儿一开始居然还想答应 今天虎将带来的电影是《驴皮公主》 很久很久以前 有一个小国家 这里有一个宝贝 供在王宫里最显眼的位置 那就是国王的驴 只需要吃草 他就能下金碧和宝石 有了他 国王的日子过得很滋润 可好景不长 王后生了重病 临终前 他要国王发誓 如果取心的王后 一定要比自己更漂亮才行 随后就撒手人寰 国王悲痛万分 可大臣们从来都不闲着 催促他为了国家的稳定 赶紧取心老婆 国王想起自己的誓言 他吩咐大臣们去寻找最美丽的女子 于是 大臣们四处搜罗士林女子的画像献给国王 可这些女子除了有钱 既不漂亮 年纪还大 国王一个也看不上 终于 一个画像引起了他的注意 画中的女子温婉动人 国王喜欢的不得了 连忙问这是谁 没想到 这是她和王后唯一的女儿 她看着美丽单纯的公主 提出要娶她为妻 公主一下懵了 她深爱着父亲 可怎么能嫁给她呢 但国王一根筋 只给她一天时间考虑 公主很纠结 只好悄悄跑到树林里 找仙女教母寻求帮助 教母帮她出了个主意 只要提出国王做不到的要求 就可以不用嫁了 于是公主回到王宫 提出只要国王做出一条和天气一样的裙子 就嫁给她 国王高兴得很 一条裙子有什么难做的 隔天就把成品给了她 公主一看难度不够大呀 又分别提出 要和月亮太阳一样的裙子 国王又轻松做到 于是公主一狠心 向国王讨来那只宝贝驴的驴皮 要用她来做礼服 国王也是铁了心要娶公主 当天晚上就把驴皮剥下来 送到了她的寝殿 就在公主不知道如何是好的时候 教母出现了 她让公主披上驴皮 抹黑了她漂亮的小脸 给了她一辆马车 连夜把她送出了皇宫 公主坐着马车来到了邻国的小村庄 一个蛤蟆女正好缺个洗碗工 就收留了公主 把她安置在了村外 破旧的小木屋里 公主就这样开始了自己自足的生活 同时她怕被国王找到 时刻都穿着那身驴皮 村民们见她这样 纷纷戏弄她 还给她起了个外号 驴皮女 这天 邻国的王子寻游经过村庄 一朵会说话的花指引她 来到了公主的小木屋外 这时公主趁着没人 偷偷换回了华丽的裙子 正在梳妆打扮 王子一下就被她的美貌吸引了 她向蛤蟆女打听到了她的名字 还直夸驴皮女这个名字真好听 回国之后 王子得了相思病 她天天躺在床上 维靡不振 急坏了她的父母 王子说 只要能吃到驴皮女做的蛋糕 她就能恢复精神 国王和王后一听 立马派人去找驴皮女 见到王宫里派来的侍从 公主心想 一定要好好把握这个机会 她换上漂亮的衣服 用心做了个蛋糕 还偷偷把自己的戒指藏了进去 王子拿到戒指后 更加思念公主了 天天对着戒指发呆 甚至看到了公主的幻影 医生告诉国王和王后 王子这是得了相思病 只要结婚就能痊愈 这时 王子掏出那枚戒指说 他只愿意娶 能戴上这枚戒指的女孩 于是国王下令 举行海选 谁能戴上戒指 就能嫁给王子 这个消息一出 全国的女孩都开始想尽办法 让手指变得鲜长 富人泡药 穷人直接压扁手指 还有人突发奇想 用开水削骨 上到99 下到刚会走 全国的女孩都排着队 一个个世代 可戒指实在是太小 没有一个合适的 终于公主出现了 她轻松地戴上了这枚戒指 在众人惊讶的目光中 她脱下了驴皮 恢复了原本高贵美丽的样子 王子这时 也高兴地牵起她的手 两人一起走进婚姻的殿堂 从此过上了幸福快乐的生活 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童话完美结局 离不开公主自身的努力 她为了反抗命运 放弃了原本富足的生活 也看准时机 抓住了机会 主动接近王子 每个人面对选择时 都要有所取舍 愿我们听从内心的声音 勇敢追寻自己的幸福 我是虎将 喜欢的话别忘了点播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